蓝湛 我总觉得有件事情越想越不对劲 回到客栈 魏无羡摸缩着下巴来回踱步 何事 蓝忘机的目光一直跟随着魏无羡 这郑家老爷为什么要选择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手 如果真想发财 方法很多啊 他都不愿意跟别人同流合污 清廉那一辈子 为何到了不惑之年 才想这钱财 想弄明白 当然想 走吧 说着 蓝忘机就拽着魏无羡出了门 去哪 魏无羡纳闷 夜叹政府 魏无羡羽兰忘机这次不是公然进府 而是偷偷地趴在郑小姐闺房的屋顶 掀开一块瓦片 观察着里面的一举一动 两个伺候的丫头 抚在郑家小姐的床头两侧 而郑小姐一入睡 可她睡得并不安稳 只见她额头冒出许多冷汗 嘴里还不停地梦意 能 不要丢下我 爹 你把娘关哪了 我要我娘 不要 不要杀我娘 求求你 蓝忘机与魏无羡面面相去 惊讶之中却又好似明白了什么 蓝战 这郑夫人不会是郑老爷杀的吧 要不郑小姐为何会说出这样的梦话 当年她是不是看见了什么 知道了什么 所以郑老爷要灭口 郑夫人去世很多年了吧 也就是说这么多年 郑小姐不是不愿出闺房 而是被郑老爷囚禁 有可能 魏无羡停顿了半刻 随后她跃下屋顶 蓝忘机也跟着一跃而下 随即拉住了魏无羡的手腕 魏英 你要干什么 蓝忘机是真的很怕魏无羡冲动 蓝战 你别紧张 我就是想去打探一下 郑夫人的坟墓在哪 你想掘墓 蓝忘机目光一宁 不然呢 我觉得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说不定我们要找的答案就在郑夫人的坟墓里 魏英 不口 郑夫人已过世多年 尸身早已腐化 只怕墓里什么也不剩了 不看看怎么知道呢 放心吧蓝战 我既答应了你 便一定会小心 这不还有你陪着吗 你等着我 我去鲁一家谱问问 马上就回来 说吧 魏无羡便朝下人居住的后院而去 魏英 蓝忘机看着他的背影 轻唤了一声 魏无羡背对着蓝忘机 停下脚步 小心 蓝忘机再次嘱咐 嗯 魏无羡回过头 朝蓝忘机玩耳一笑 似在告诉他 没有任何问题 让他安心 果然 魏无羡只是离开了一小会便回来了 一切风平浪静 鲁一个家谱问点情况对魏无羡来说 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只是 这看似小事 可谁又能确定 这不是螳螂捕蝉黄却在后呢 那隐藏在背后的高人 会不会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这也是蓝忘机最担心的地方 但是已至此 有些事情终究地解决 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尽快找出幕后谋划之人 解决郑小姐的一胎 适当务之急 俩人根据家谱所提供的位置 在镇郊的一座山脚下 找到了郑夫人的坟墓 蓝忘机拔出 碧尘在空中挥舞 只见两道锋利的蓝光一闪而过 坟坑出现 一口约两米大小的漆黑棺材映入他们眼中 魏无羡打亮着这口棺材 感觉到四面八方的阴气都汇聚在棺材里 蓝战 真冷嘛 这坟坑都快赶上冰窟了 魏无羡双手暴毙 看向蓝忘机 蓝忘机将魏无羡圈进怀里 享用身体的温度温暖他 蓝战 这种时候 还是先开关吧 办完正是咱们回客栈躺床踏上 你再好好给我暖暖 魏无羡不正经地笑道 蓝忘机无奈皱眉 却又不能拿这人如何 就在蓝忘机用灵力掀开关盖的时候 忽然狂风大作 树叶花啦啦作响 尘土飞扬 平地起风 魏无羡抬头看了眼四周 四面八方斜来的阴气 竟然遮住了月光 周围树木仿佛遮天蔽日 整个环境清冷的吓人 他心中吃惊不已 虽然到正夫人的坟地之地后 多少猜到了一些 可真当看到这一幕 还是感觉头皮有些发麻 棺材里真的有人 尸身也没有腐化 只是躺着的不是正夫人 而是一大一小两个人 一个年轻女子 一个婴儿 只是这个年轻女子 竟然是正小姐 她身穿红色衣裙 脸上有很浓的妆容 头戴凤冠 就像是唱戏的花旦 她眼睛圆睁着 死死地盯着蓝忘机和魏无羡 在她身旁 则是依围着一个婴儿 身穿红色的肚兜 扎着一根小辫子 肥肚肚的脸蛋上涂着腮红 很安详地靠在正小姐身边 换作是平常百姓看到这一幕 只怕能被活活吓死 魏无羡皱着眉 看着好像死死盯着她 和蓝忘机的正小姐 心里也是相当怪异 阴气为根 替身为业 这是 慈母煞 魏无羡观察了半天 看向蓝忘机说道 慈母煞 蓝忘机疑惑地看向魏无羡 对 蓝战你看 这不是真的正小姐 是根据正小姐的模样做的人 不过太逼真了 看出来了 只是不敢确定 如此说来 这也是借父生子必不可免的一环 替身吸收阴气 凝聚真身 然后形成一种煞 也叫阴煞 阴煞与正小姐本人 有冥冥之中的联系 血脉牵引 有她在 可保一胎顺利生下 魏无羡表情逐渐凝重 随后又似想到了什么 长长地说了一口气 照你这么说 倘若毁了这子母煞 一胎便无法生下 郑小姐便可安然无恙 蓝忘机与魏无羡所涉及的领域不同 但刚听魏无羡这么一说 她立马明白了 如此可教也 正是如此 魏无羡单指挑起蓝忘机下巴 调侃道 别闹 蓝忘机捉住魏无羡的手 柔声道 按魏无羡所说 只要毁了子母煞 郑家小姐就平安了 那一切就算结束了 她感觉一切都太顺利了 顺利地让人不安 事情越是简单容易 蓝忘机越发觉得不正常 她看向魏无羡 欲言又止 愁绪万千 蓝战 你这样看着我干嘛 赶紧啊 我们毁了她 魏无羡全然没注意到蓝忘机的不安 魏英 如此说来 郑夫人的尸身去哪了 蓝忘机沉吟道 你之前不是说了吗 很多年了 腐化了北 现在别想这些没用的 当务之急事抓紧时间 解决掉子母煞 之后的我们再从长记忆 蓝忘机没有再说话 她从魏无羡眼里看到的是坚决于肯定 也罢 可能是她起人忧天了 于是蓝忘机拿起壁尘 双指合拢 从剑尾到剑头推出一道道蓝光 魏无羡则在空中画出一道道符咒 伴随着从壁尘剑翘射出来的蓝光意气 直击关中的子母煞 关中一大一小开始燃烧 黑烟笼罩下 散发出一股股的恶臭味 含有烧焦的味道 眼看子母煞逐渐化为灰烬 魏无羡喜出望外 可就在此时 突见一道背影 转身奔走 顺 朝那人甩出壁尘 只见那人身轻如燕 轻松避过 消失得无影无踪 蓝战 这人很可能就是幕后指点的高人 你赶紧去追 那你 蓝忘机还是你放心 总感觉有什么问题 却又说不上来 我会待在这里 完成摧毁子母煞的最后一步 等你回来 快去啊 人都跑远了 见蓝忘机还是褚蜂不前 魏无羡又补了一句 蓝忘机目光流连 心头泛起丝丝离别的轻仇 又不舍得看了魏无羡一眼 才朝着黑影的方向追了过去 他几个纵愿来到了那人消失的地方 正看到前方身影在腾抹 速度奇快无比 蓝忘机毫不犹豫地追了上去 月光照耀下 那人的身高大约有七尺多 身形不算太魁梧 蓝忘机纵身一跃 前面忽然狂风四起 阴气凝聚 瞬间遮挡了他的视线 同时阴气汇聚周围 他扶手翻出望机琴 拨弄琴弦 弦音似起 与吹来的狂风阴气对抗 凝聚的阴气开始消 让 硬生生打开了一个缺口 就在他要冲出去的时候 对方身影突现 手中的剑闪烁着寒光 没有丝毫犹豫 奔着蓝忘机就刺了过来 这一切 蓝忘机早有防备 他挥动避陈 与之抗衡 在躲避迎面而来的剑时 蓝忘机一剑刺向了对方的胸口 剑锋吹动着那人的衣袍向后仙 坏 一张皮肤粗糙 轻受枯骨 没有多少血肉的脸出现在蓝忘机眼中 他的双眼深深地凹陷在眼窝里 眼中充满杀气 是个和郑家老爷看起来差不多年龄的老头 只不过这位老头 不是别人 正是他和魏无县第一次去政府时 给他们开门的大眼 虽然此刻这名老头不再是头发花白 也比那天看起来年轻一些 但那容貌却是一点也没变 蓝忘机确定 跟开门的大爷是同一人 姑苏蓝氏的韩光君果然名不虚传 竟然能躲避我的必杀技 老头扯动嘴角 冷笑一声 你是何人 引我们到此事何居心 蓝忘机将刺进老头身体里的壁尘拔出 收回撬钟 老头已经受伤 讨是肯定跑不了了 你猜 老头抽了抽嘴角 故弄玄虚 蓝忘机冷言道 仙都大人与其在此纠结我是何人 不如赶紧回去看看 你的心上人还在不在 哈哈哈哈 邪恶之徒 你对卫英做了什么 蓝忘机听到老头这么说 犹如晴天霹雳 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吗 来不及多想 他抓起老头 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正夫人的坟墓处 可哪还有卫无限的影子 只有已被摧毁的子母杀 还隐隐冒着余焰 以卫无限的修为 如果是光明正大的打斗 那些人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可现在人不见了 就证明 他们使用了卑鄙无耻的阴招 这果然是早就预谋好的阴谋 蓝忘机面色阴沉地盯着老头 紧握拳头 手背轻轻抱起 指甲穿过掌心 愤怒到了极点 动什么都可以 唯独他的卫英 谁动 谁死 告诉我 卫英在呢 蓝忘机眼里闪烁着一股无法遏止的怒火 随时可能将眼前这人撕碎 呵 你觉得 我会告诉你吗 老头捂住被刺的伤口 冷笑一声 伤口处稀稀利利还流着鲜血 可他并不以为意 反而是一副得逞的快意 你到底是谁 蓝忘机几乎是不顾一切一态吼出声的 他心里纠结着疼痛 绝望 愤怒 悔恨 一切的一切 都似潮水一般涌上心头 能让他如此牵动情绪的 只有魏无限 他不该让他来的 他们就不该来这闭眼镇 他恨自己为何要答应魏英这婚前的叶列 否则此刻 他们应该在莲花物供上美景 谈笑风生 蓝忘机手握臂陈剑柄 杀心油然而生 他此刻只想了接了眼前这人 可是 杀了他容易 但要如何才能找到魏英 手握臂陈剑柄的手渐渐松开 蓝忘机尽量让自己冷静 而后 他再次抓起那老头 直奔政府 府上一场的安静 早已空无一人 包括郑小姐和郑老爷都不见人影 蓝忘机将政府翻了个遍 始终没有魏无限的身影 崩溃之余 他用手掐住老头的脖子 眼里布满血丝 魏英到底在哪 说 蓝忘机的手掐得越来越紧 那老头一人快窒息 你 掐死我 你永远也别想 见到你的魏英了 老头艰难地吐出两句话来 蓝忘机慢慢松开手 茫然地向后退了几步 好像被掏空了灵魂一样 嘴唇下意识地蠕动了两下 却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 魏英 你到底在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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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